就是我们用公式把这个串起来 这我想应该同节比较没有问题嘛 就是一个串一个 不过这个方法是稍微比较稍微在 这个相乘加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这是一堆的公式 那不过这样的方法其实不OK 为什么因为还要串一堆 你如果蓝数多的话 那会挖一堆公式 那你可以用三波档 这个函数据取代 不过记得这个范围固定 所以把11锁起来 那另外一个向下填满 那当然就OK了 那另外还有那个 因为刚刚同学有一问 就是说那个打勾之后呢 这边有84.4 就有小数点 那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格式部分 函数是没有办法去变更的 你如果将来会遇到 像要变更格式的话 你只能写成sub 不能写成function 因为function它只能return资料回来 它无法去变更你的那个格式部分 所以这一点恐怕要特别注意 像前面我们有那个 好像在逻辑函数里面 有特别补充了什么光线 有没有 好几个物件 比如变更那个格式 那个部分 基本上呢 还只能用sub来处理 不能用function来处理 因为function它就return结果 所以你变成说可能你 如果你要改格式 你就是只能用sub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当然各自的优缺点 那再来来看一下VBA 这样的逻辑 如何变成VBA 那首先当然 我们会需要 第一个是一个sub 变按钮 那按钮我前面讲过了 所以也许我已经先做好了 有一个月考的按钮 然后另外有个月考清楚 所以我基本上 我的习惯是 做好了sub 那sub一定是先插入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再开始打那个程式 那个程式一定是 for回圈 就是先确定你的范围在哪里 对不对 那如果里面你要输出的 你就把输出的那一栏 放在程式的前面 那因为我们是i栏 所以Salesi 豆顶i栏 等于什么呢 后面的公式 把后面公式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那后面的公式 如果要抓前面的资料的话 这个就我用固定的位置 用range 所以有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呢去乘上这 那我用公式的方法来相乘 就是跟刚刚这个在 也是类似像这样的写法 把这个写法改成VBA而已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做完 先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贴 然后一个月考 然后一个月考清除 这个跟前面的练习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把这边建两个按钮 那最后当然就输出 输出结果的话呢 就类似像这样子 一个清除 不过输出如果你看到 这个地方老师 那这个我要小数点 把它改成整数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当然你 如果用程式来改的话 当然有两种方法 一不就是改变它的那个里面资料的小数点 就是在程式里面四捨五路再丢出来 另外一个方法是丢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的格式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是去除那个 amount 减少小数点 那这两个方法呢 在程式里面都可以完成 只是要怎么完成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VBA的传讲 应该前面都写过这些东西 所以前面有写过的 但我有些就不再演练给各位看 所以一 先开启那个开发人员 应该没问题 Visual Basic 模组 按右键哦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再插入一个月考 所以程序 Sug 月考 确定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撰写什么呢 范围 这个 这个delete for i 等于13 有没有 13列开始 到哪一列呢 最下面一列 那我之前讲过了 我们可以用侦测的嘛 Ctrl鍵向下 写法就是这个嘛 我应该还晕下 所以 这个已经都讲了 很多次了 就很多 尽量还是要多多练习啊 就是要熟悉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有些部分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啊 请回头再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每一次看 我想你应该会有不同的心得 因为之前有同学也是跟我讲说 他上网一期之后 然后他又很久之后 他又重新再复习过 他感受完全不同 他又有不同的体会出来 然后原来他 我之前讲的有一些 他可能在那个当下 情境的时候 他没办法体会 可是后来重新再听过 他觉得哇对 有些东西他又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啦 所以 这个有时候他很好 可能还是要阶段性的 好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这里面要做什么 关键的地方输出到这个储存格嘛 所以这个储存格我就是Sales 瓜虎哪一列I列 豆点哪一栏呢 I栏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乘这个 公司呢 特别主要 如果是只固定的位置 有锁住的话 我就用Range 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是固定的话呢 你写成这样子D11 会比较好表达 如果你用Sales也可以啦 可是你Sales要打Sales 什么先列嘛 11 豆点 然后D啦 变成两个要颠倒了 那当然相对的 我会觉得 两个比起来 好像打Range 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而且比较好理解 然后后面只要乘上什么 乘上Sales 那会变动的 因为他这个是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那我就用什么Sales 哪一列呢 爱一列 哪一栏呢 那就是我的D栏 OK 好 然后加上呢 后面一样 其实如果都一样的公式 我的习惯就是 复制贴上 然后把它改成E 这边改成E 在这个一样 复制 Ctrl加按住就复制贴上 这边改成F 这边改成F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把它移开 我打程式的时候是小写 移开的话 如果没有变 没有变 第一个字如果没变大写 那表示你打错字了 我的习惯是这样 基本上打完之后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看得懂我在写什么了 只是你要慢慢熟悉啦 其实从我们第一次到目前为止 打来打去都是这一些 而且其实打程式有很困难嘛 要很复杂 其实我觉得倒不会 因为这些都是理解的 而且你也不需要打很快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上课的时候呢 一只手拿麦克风 其实我打程式都只有用右手在打 所以你用一只手 其实来打程式就够了 问题是不是打快 你要打正确 打一堆 因为错了 再一直乱改 改到最后 还是不知道哪里错 像我的习惯 我是慢慢打没关系 我宁可做对一次 我也不要改十次 改来改去 最后改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然后最后发现 诶 居然又可以了 那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不行 很多工程师是不知道原因的 因为乱试就试出来了 那当然我不是这种 我宁可 我是很精确的 我要什么 我可以很明白的知道 然后把它做完之后呢 再来做执行的话 那这个当然直接执行 在这边直接执行 有个清除我先把它清掉 然后再来就执行 输出了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那清除也是一样 清除只是说 塞一个空置串给它 这个写来写去都这样 那还有这个输出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 它可以直接帮我 把这个小数点去掉 有两个方法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直接在这个公式 有没有 这个输出的整个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run的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是r u n d 前刮符 这个好像前面也讲过 那我的习惯移到最后面 do.0就可以了 再后刮符 run的前刮符 然后移到最后面 加一个do.0后刮符 那我的习惯是按 后面就end end就跳到这一行的最后面 然后do.0意思是取到整数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这边本来有小数点的东西 用run的帮我把 那个有小数点的部分 45入到0 表示整数 然后就输出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如果我外面包一个run的话 那我这个时候呢 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当然我先清楚好了 ok 然后run的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帮我把全部的资料 45入之后 直接输出 那这个方法呢 是方法一 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run的方法 45入 ok 那方法二的话呢 如果你 不是要45入 而是用格式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样子 把它清除 输出 这个要恢复 有点像按右键 除了一个格式 把这边呢 改成整数就是0 0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里面放整数 没有小数点 那跟那个 什么 去除小数点 那一样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就一个0 它就是放一个整数 0就是表示整数 按确定 好 这边的话呢 就会只留下 一个整数 那这个部分呢 是修改格式而已 那其实它放在Excel里面 基本上呢 这个是外观看起来84 可是在Excel里面呢 它还是什么 还84.4 不过那看你自己实际上要的 那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要用第二种方法的话 那这个呢 你可以利用那个 sales里面有一个属性 就刚刚那个方法 按右键嘛 储存的格式啊 其实如果对应到VBA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能要多写一行 就叫什么 sales 点 它有个属性叫做Lumber 你再打一个N就可以了 Lumber Format Local OK 这个属性的话呢 其实就有点类似像 我按滑鼠右键 储存的格式 里面的制定 OK 那制定的时候 我给它的什么呢 一个整数 记得就是把这个整 放个0就可以了 这个就有点像你在那个 没有 那个制定里面 补个0的意思一样 你可以补在那边的话 那这边也可以 那边是相通的 那透过什么来 来沟通呢 就是这个Lumber FormatLocal OK 那不过这边注意哦 最后请记得 刮斧一定要在补上 因为如果你没补上的话 它变成全部的 这个工作表里面 全部的储存格呢 通通都变成整数了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这个刮斧最后再补呢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 刚刚如果打了刮斧 再点 那那个清单不会出现 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啦 因为不过后来 蛮多状况 都是同学 都最后忘了 把这个 刮斧给补上 那就麻烦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试一下 那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 输出格式化 输出格式化 OK 那试一下 有没有 也是全部 但是你会发现呢 里面还是84.4 它其实 有点像 按U键除了格式 里面帮你丢个零在这里 OK 那它是一个 格式一个 一个格式一个 一个格式一个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 完成的 这个 第一个 这个月考 的Sub 清除 然后在 45路 45路里面呢 我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 用那个Round 直接在这边外面 包用Round 一个是用这个 Lumber Formate Local 最后 那最后完成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这边看一下 嗯 其实我是放在 这个 刚刚第一个 这是清楚 Round 函数 在这里 OK Round 嗯 可是我还没包 那这边外面可以加一个Round 就可以 那画面先放给各位